我是宋,一个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大妈 因为最近和小妞的爸爸闹得点矛盾 很长时间就没有给大家做谈话节目了 在今天做这个谈话节目之前 我首先对所有关心我们家庭的粉丝 致以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还有呢,还有的粉丝就是想让我出面解释 其实呢,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好解释的 不管我跟小妞的爸爸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 我相信我们夫妻之间会处理好我们之间的任何问题 不管是走下去还是不走下去 我们都会把问题解决得很好 所以说呢,粉丝们可以放心 关于什么财产了,孩子了 这个我认为大家看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不是问题 针对网上一些黑粉的攻击 和所谓的啊 我老公的爆料 我只想说 我老公已经给你们爆料了这么多东西 我老公已经 不管是通过网络 还是说给你们私信 已经报 就是我老公是我枕边人 就是我太多事情他都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既然他已经给你们爆料了这么多东西 你们还用在网上叫嚣吗 你知道啊 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如果你们是真正的狗 你们就不要在网上叫 你们直接 现在是多好的机会 给移民局 给税务局 给警察局 打电话呀 赶快行动起来吧 还有我老公需要你们的捐款 你们也说了捐钱给他 不要只说不做 他其实现在非常贫穷 已经到了 他的工资不够他花的 接不开锅的 行动起来吧 赶快给小妞的爸爸捐款吧 我现在呼吁你们给他捐款 因为我现在把他赶出家门了 你们都说他这么可怜了 我这么恶毒了 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小白 你们叫他小白来说 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进行一点实质性的帮助呢 对不对 叫警察把我抓起来呀 叫移民局把我撵出去呀 叫税务局把我抓起来呀 你们还在等什么 我老公给了你们这么深层次的爆料 你们就不要在这咬了 不要在这叫了 直接用你们的爪子 伸到你们能伸到的地方 来点 实在的 纯粹的 那我才是服你们 好吧 好 今天呢 接下来我就讲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一直认为 女人当自强 发生了这个事情 其实在我的人生中 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而且每次 当我在我 人生转折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个事情想起来 告诉我自己 我千万不能这样子去做 我的肩膀上有责任 这个事情是 可以说是发生在 将近 这个男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这个男朋友除了是公务员 还自己在外面 那个时候就是说 在外面自己开了一个那个冷饮店 就是卖那个饮料啊 冰激凌啊 就是那种冰高批发店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都年轻嘛 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就是说 没事的时候 我就经常跟我这个闺蜜 到他这个男朋友的店里玩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认识了 他这个男朋友的姐姐和姐夫 姐姐呢 是一个会计 一个工厂的会计 很高 一米七多 很瘦 一看就是那种非常 温文尔雅的那种女性知书达理 姐夫呢 也非常好 高高帅帅的 而且呢 是我们郑州铁路局的一个 算是一个不小的领导吧 两个人过得很幸福 生了一个女儿 等到后来就是这几年 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两口就是我们 我也谈男朋友了 然后呢 他们也结婚了 我也结婚了 我们也有了孩子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闺蜜嘛 我们走得还很近 过了几年之后 后来了 就是我就听这个 我这个闺蜜跟我讲 说她家出事了 我就说 出什么事了 她就跟我说 就是她这个大姑姐 在办公室 分去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比她姐姐年轻十几岁 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 就对上眼了 对上眼以后呢 就是她这个姐姐就跟这个大学生 小伙子搞上了婚外情 要求离婚 要求离婚 这个当然了 因为已经有孩子了 小女孩已经是 那个时候都已经差不多七八岁了 姐夫不同意 不同意呢 就是这个大姑姐呢 就是寻死觅活 自杀了两三回 割碗 吃药 后来的没办法 就是全家都要24小时的 看着这个 她大姑姐 就是害怕她自杀嘛 等到那个 她姐夫一看 不行了 就是说挽回不了了 就是说同意 同意离婚了 这一同意离婚呢 好 她的那个小情人 不愿意了 那小情人 可能刚开始想着 就是玩玩 就是说我这个闺蜜 就跟她老公 就去找她这个 小情人了 跟她说让她离开她 因为那个时候 虽然是她姐夫同意离婚了 但还没有离 因为毕竟是有孩子嘛 能离开我姐姐 就是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结果这小孩就说 你们不要来找我 说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千万别让你姐来找我了 她说我根本都跟她没想法 大家就是在一起玩玩 就这么简单 结果现在惹祸上身了 说她姐 每天下的班 都去她家堵她 给她堵了 就不敢回家 她爹她妈姐姐 都快要疯掉了 现在还要闹到离婚的地步 她说她比我大十几岁 我不可能娶她的 好 这人也把路堵死了 我这个闺蜜没法要 又回家 就是又做她姐夫的工作 就两个人别离婚了 怎么样怎么样 那她姐夫就是 还是看着孩子的面 就是继续过 结果来了 就是说 这个 她姐不死心 姐不死心 还是天天 就是说 得点空出去 就要找这个小孩 到最后了 过了一段了 可能就是说 这小孩也不理她 就是看着这个感情 淡下来了 淡下来了 就是说 那全家人就放松警惕了 结果呢 有一天 她 就是她这个姐姐和姐夫家 住了离我娘家的院 他们是铁路局家属院 就是离我娘家的院 走路也就是15分钟左右 她这个姐夫就给她 打电话 就是给她老公打电话 说快来吧 你姐上吊了在家 就是 她这个姐夫一回家 一开门 看到她这个姐姐在电线上吊着 还带着孩子 闺蜜给我说 她的姐夫当时就是说 害怕吓着孩子 就是 当时就没进屋 就是关上门 就出来了 就带着孩子出来 就是先给我 朋友这个老公打的电话 我朋友老公呢 一来 就是赶快就进屋 把她姐姐抱下来 她就是说 她老公说 把她姐姐抱下来的时候 她姐姐的这个身子 还是热着的 就是说 然后呢 这没多久 这警察就来了 我就坚决相信 就是说 她姐 她姐夫是故意不救她姐的 就是说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她的妻子出轨 然后闹了这么多自杀 对于她来说 可能也是一种折磨 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折磨 但是呢 对于亲兄妹来说 不管自己的姐姐 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都认为 就是说 她的姐夫应该把她姐姐救下来 她就认为 她姐夫回家的时候 可能姐姐还没断气 她没有把她放下来 而是姐姐打电话 等他们过来 也才放下来 但是呢 她姐夫是这样的说的 是说 她已经看到她在那掉上了 她害怕 如果把她放下来 破坏了现场 就是警察会以为 是她把她杀死的 就是两个人各执一词吧 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 这个人没了 这个人没有以后 这个不是重点 而是她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 她大姑姐过世以后 对这个孩子 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她 这个大姑姐过世没多长时间 她这个姐夫 可能就是一年多吧 这个姐夫都又娶了 就没结婚之前呢 她姐夫还让这个 她这个外甥女儿 经常回来看看姥姥 因为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 姥姥姥也感情非常深 结果一结婚以后 就是说 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她这个大姑姐过世 就是老人一直不知道 就是他们一直都瞒着老人 就是一直找各种借口 说她出差呀 或者工作呀 就是说不让老人知道 但是呢 后来就是说 当她这个姐夫又结婚以后 她这个小孙女儿也不来了 外孙女儿就不来看姥姥了 那姥姥姥也想啊 就没办法 就是老是让我这个闺蜜 去接她 好不容易给她接下来 接回家一回 我那闺蜜就说 说真是憎念呀 说她这个小姑娘 因为家里面条件不错嘛 爹妈都是 收入很高的公职人员 然后整个家庭是不错的 这个小姑娘从小穿衣服呀 打扮的都是 她妈就把她打扮得很洋气 结果呢 就是说当妈妈过世以后 这个小姑娘 我这个闺蜜 把她这个外甥女儿 只要一接过来 回回啊 回家洗澡 她说那小孩啊 十来岁的小孩 那个裤头 那个内裤都能结 结那个胳膊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小孩的内科 得多长时间换一回 好 这还好 她刚开始 好了还让接 到最后 就完全不让接了 就是回回去接 她都以各种借口 不让孩子来看这个姥姥姥爷 那到最后 我这个闺蜜 跟她老公没办法了 又害怕爹娘伤心 又害怕爹娘生气 就是没事了哈 就是老师到这个孩子的学校 去看这个孩子 给他买点东西呀 买点衣服呀 刚开始的时候 孩子要 后来了这个孩子 就不要了 就跟她说 舅 你别再给我买东西 买东西回家 我爸我妈打我 她说你下次来看 我就给钱 我就要钱 她说你把钱给我 我就把钱藏起来 我爸我妈看不见 她说这是她老公的外甥女儿 但是说了哈 因为她们也是 我这个闺蜜找到她老公的时候 她这个小孩 这个小女孩才一点点 一两岁 一直带到七八岁 就是说她们也是感情很深的 说到这儿哈 我就是觉得哈 作为一个妈妈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如果不能很好的 就是说知道你自己有多少责任 我真的觉得哈 就是说你不配当一个妈妈 好咱继续接着往下讲 就是说这一次我回国 我这个闺蜜就是又是去我家 就是我们聊天嘛 又是说起了老年人 我就问她 我说现在你婆子公公身体怎么样 她说老头老太太已经不年轻了 这个大姑姐和我大哥的年龄差不多 因为我妈是老年痴呆嘛 我妈是清醒的时候知道我在澳洲 但是呢就是说一糊涂 就是老让我哥我姐去西郊找我 说你为啥那个 你小妹跟那个 就是说跟大牛的爸爸不来看我 就是她糊涂的时候 她根本想不起来我在澳洲 就是作为老年人来说 她那个得了老年痴呆 当她糊涂的时候 她可能心里面就是想着 她所期待的人 然后呢我这个闺蜜她就跟我讲 她说老头老太太 身体很好 但是呢老太太老年痴呆 痴呆不犯病还好 她知道她牛不在了 但是呢只要是一犯病 她说回回我这个闺蜜的孩子 只要是一回去看她业她奶 她奶百分之百就撵着她这个孩子说 说孙子呀孙子呀 你为啥不去给你大姑找回来 你带着我去找你大姑吧 说你大姑都这么长时间没来看过了 所以说呢就是说 真的作为一个我们 一个成年的女人 一个结了婚 上有老下有小的 你又是妈妈又是 女儿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女人当自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别把它当成一回事 试坎就能过去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过的是自己的日子 活的是自己的人生 只要把自己所爱的人 和爱自己的人照顾好 那你就是人生赢家 谢谢朋友们观看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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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